新鮮流行多一點 煩惱壓力少一點 健康有機再多一點 職場乾苦 推開一點 生活、資訊、流行、文化 一字到位 上載囉 最有料、最新奇、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數位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第二小時的POP最正點 我是林書伟 這一小時要訪問到的是詹普 他是呂英的時裝設計師 同時也是在台灣被譽為最跨界的服裝設計師 歡迎阿普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大家好,我是詹普 詹普他很年輕,在26歲的時候 就已經登上了英國時裝周 品牌從26歲開始創立到現在 剛剛好走入了十周年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對於詹普來說 然後也是對於一個服裝設計品牌 可以走十年 不算長也不算短 對於阿普來說 哇,走了十年耶 你的心情是如何 其實還蠻不知不覺的 不知不覺的回頭來看 居然已經過了十年 但的確十年對於一個時裝品牌來說 其實仍然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所以還是要持續的摸索 持續的累積 持續的看海年做什麼樣的服裝 因為這十年當中剛好碰到疫情三年 那疫情三年也就有點打亂了原本的一些計劃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阿普回到了台灣嘛 對,過去三年幾乎都在台灣 然後參與的時裝活動也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比如說原本實體的時裝秀 可能變成線上影像型的時裝秀 然後服裝跟穿作者的溝通方式也有很多不同的改變 是,而且因為回到了台灣 又創造了很多的可能性 包括了跨界 我剛剛提到說大家都說 哇,這個三浦真的很厲害 它的跨界幅度超級大的 其實蠻榮性的 就是有不同的合作對象 都來找我們合作服裝 一開始可能很多是制服設計 包含郭元一雅、吳寶春 然後三星 還有常用的機上服 有不同類型的制服設計 後來漸漸可以演變成 同樣是品牌溝通 會有不同的戀命合作 比如說麥當勞 米凱勒啤酒 紅茶花鑽等等 哇,這個對於 Apple來說 當時在英國 其實要回台灣的時候 並沒有想說 在台灣可以多做一些什麼嗎 在台灣我們本來就有一個工作室 然後主要是處理服裝的生產開發 那當然會在台灣停留的時間更長 有更多直接跟合作的房子廠 尤其大部分是台灣的房子廠 一起討論開發的時間跟機會 然後有更多跟同事一起討論服裝 不同的實驗的可能 那除此之外 就是如同剛剛所提及的 有了不同的合作單位的邀請 然後可以嘗試更多設計的面向 因為設計的面向的確是可以非常寬闊的 那對於我們來說 像我們這種消費者來說 其實我們也是非常的樂於看到各種各樣不同的跨界 因為對於消費者來說 我們可能可以獲取到或是吸收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因為以前可能覺得好像服裝設計 你可能就是要非常的專營在服裝設計的這個 就是你可能一年兩季的服裝設計展 然後實體的服裝等等之類 但是我覺得阿浦也開創了一個更多多元的可能性了 那對於你來說三年的那個時間 其實我發現你好像更忙欸 剛開始其實也滿猶豫的 就想說是不是要持續專注在時裝系列上 持續專注在一年兩次以上的服裝系列的開發 但也剛好因為疫情有了很多的轉變 那有一些原本的溝通方式 或是原本推廣服裝的方式的機會變少了 那這個時候反而會想得更放鬆一點 就是有不同的機會就應該試試看學習看看 然後所以才因此有了更多跨界合作的機會 然後也透過這個機會 透過不同類型的設計或服裝去接觸到不同的人 是 而且對於阿浦來說 少了這個在疫情三年間的實體的服裝秀的發表 他也跨界又變成了影像為電影的導演 哇這個事情你當時是 因為後來就變線上的發表 變線上發表之後 服裝跟你的視覺或者是音樂 其實都是有非常阿浦的獨特性 那拍微電影這個事情呢 這個怎麼會想說乾脆自己拍算了 其實在知道可能沒辦法飛回倫敦辦實體秀的時候 當時時裝週四大時裝週 很多很多的實體秀都取消了 那很多很多的品牌都開始嘗試用影像來溝通 那只是影像溝通有不同的方式 就是究竟是仍然是用影像拍一個時裝秀 還是在時裝秀裡面融入不同的演員跟劇情來把故事說的更有劇情感 那剛好那個時間都停留在台灣 所以我們找了台灣的認識的逆廣電影的監製寶去解 然後去詢問了一些意見 詢問意見之後他也幫我們組了一個團隊 然後去一起去討論怎麼樣用劇組的工作方式來述說 來用影像來述說服裝的故事 哇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個蠻新穎的挑戰 是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溝通方式 但是要傳遞的訊息可能本質還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工作仍然是在開發衣服 然後仍然是想用衣服來說故事 只是呈現的方式 溝通的方式有了不一樣的變化 大家對於阿普服裝的這種喜歡度是 常常你會覺得說她的服裝你一眼就看得出來 例如說我在路上 或說我初期一些場合 例如說我女兒剛畢業典禮 在畢業典禮的場合裡頭 就有兩位媽媽穿著你的衣服 而且我一眼就看出來了 然後我就會跟她說 欸 這個是詹浦的衣服 她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阿普的衣服非常的有獨特性 就是說從她的布料 當然你有很多是針織 那除了針織之外 你也有雪紡等等之類 可是那個上面的圖騰也好 或是說那個說故事的方式就是很獨特 會讓人一眼就看出來 謝謝 所以這個是你能夠在倫敦闖蕩出名號 你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獨特嗎 我想不同的品牌都是獨特的 因為每個品牌都有不同的特色 跟不同的溝通方式 那我們會在英國持續的發展 其實一方面有點漸漸摸索 一開始在倫敦那研究所 所以在那邊做第二段的服裝教育的學習 然後也因此了有了不同的實習的機會 或是在當地接觸不同的實裝工作者 一起合作的機會 然後在那邊發表 在那邊學習當地的工作方式跟溝通方式 所以才會一路摸索到現在 不過在異地要能夠就是打出自己的名號 其實真的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不過在英國倫敦我們都知道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多這個世界各地的好手聚集的地方 所以對你來說在英國的經驗給你最大的滋養是什麼 可以看到來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服裝工作者 然後用不同的方式 可是同樣對服裝是熱愛的 然後同樣相信服裝有更多的可能 因為真的真的不同的背景有各式各樣的服裝的製程 各式各樣對服裝的理解 然後又各自融入了也許是自己生長的環境 或是學習背景裡面的服裝元素 像我們的服裝系列裡面 可能就會有一些東方傳統服飾的細節 然後一些學了一些 逛在台灣學的真摯的製程 布料的開發或是一些日系的版型 跟對子品的理解 那這些不同的生長環境跟不同的養分 就建構了後來的我們 然後我們可以在倫敦在一個國際化城市裡面 遇到不同的團隊不同的設計師 他們各自有不同的概念跟不同的生長環境 然後一起說出不同的故事 真的 而且在一個這麼國際化的城市 可能就很流動 因為你這個合作的夥伴 不一定你下次什麼時候可以看到他 那不斷不斷流動 不斷的把自己想說的故事呈現給更多人 更多不只是台灣的 不只是亞洲甚至是全世界的朋友 那我覺得詹普十年有成了 十年對於一個品牌來說不是很長 但是我相信接下來的十年 也會同樣很精彩 我們今天要訪問到的是 UPGEN品牌創意總監也是創辦人 詹普我們都叫他阿普 他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他的創意想法 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 PUB最正點 歡迎回到PUB最正點 我們這一小時訪問到的是 詹普 他是旅嬰的時裝服裝設計師 同時呢 這幾年在台灣 他的跨界合作的聯名品牌 非常的多樣 也讓很多人更認識了詹普 不管是他的服裝的獨特性 或者是他聯名設計的 這一些聯名款 包括了很多人對於 哇這個服裝設計師 也可以設計到這個職棒這件事情 這個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緣分 剛開始是我們一個合作的盟友 淨隊流做口罩設計的品牌 然後他們跟樂天棒球隊 有一些合作 後來他們邀請回去綁 他們的品牌日開球 那也因為這個開球的機會 認識了樂天桃園的團隊 然後他們就有一些 關於設計上的詢問 所以一開始我們是從 特別版的球衣 特別的版的拉隊制服 然後一路合作到 變成是球隊的主視覺 主視覺就會開始擴展到 周邊和不同的主題日 哇 連球隊的主視覺 這個真的是跨界跨很大 當時你們在做主視覺的時候 你們因為你們還是有一個 自己的阿浦的核心想法 三浦的核心想法 那跨界到例如說職棒的主視覺 這個就是一個蠻大的跨界 對於你來說嗎 我想裡面還是有很多的共通之處 因為其實要做的都是品牌溝通 就是更了解對方的品牌故事 然後對方要呈現的素材 以及這些素材會應用到什麼樣的周邊上 這些周邊包含了不同的視覺或輸出的呈現 影像的呈現 也包含了不同的周邊商品 就是不同的T恤外套 棒球球衣等等的周邊商品 那其實這跟品牌工作還是很契合的 就是我們原本的時裝主線 仍然也是先有一個主題 然後再有它的視覺 然後再擴展到不同的商品 然後這些商品會經過不同的排列組合 接觸到不同的人 所以兩者都有很多共同的工作方式 只是要如何更了解對方的品牌精神 跟品牌故事 所以你就會花多少時間去溝通 他們的這個品牌精神跟故事 然後你再發想 其實不一定看合作單位 它的工作週期 因為像職業棒球隊 它每一年都需要不同的主視覺 所以時間節奏上是很趕的 然後每一兩週都有不同的主題日 有些主題日是跟不同的團隊合作 有些主題日是主視覺的延伸 但我們也經歷過一些籌備期很長的合作單位 比如說雲門舞集 編編藝術舞 大家從發想 然後排練 又穿插他們每一年不同的演出 跟原本既定的工作 可能整個週期廓延伸到兩三年 那這我們的溝通也就會延續兩三年 哇 我覺得雲門舞集的設計也是一個非常棒的經驗 是 對我們來說是很難得的經驗 可以從雲門舞集團隊上知道很多 創作跟人生之間的關聯也學到很多不同的啟發 是 因為詹譜非常愛閱讀 所以他很多的這個創意當中 每一季的設計當中 他都會有一個主軸 都是跟其實從閱讀當中去發想的 那你閱讀的總類這麼多樣 你的發想是怎麼樣確定說 我們這一季走的是這個部分 其實不太敢說多樣 不過的確是很喜愛閱讀 閱讀是很重要的興趣之一 但是平常在發展服裝主題的時候 其實可能會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先想好一個原創的主題故事 那這主題故事它可能有不同類型的設定 比如說這個主題故事跟推理有關 那可能就會去找一些過去閱讀過的 宣誉小說推理小說 然後整理成一份參考書單 給合作的工作者 不管他是音樂總監或是題話設計師 或是影像工作者 甚至是演員來閱讀 那可以幫助大家在 還沒有看到服裝的實體的時候 一起先進入到這個設定 就是這個怎麼樣的角色是偵探 怎麼樣的設定是本格型的推理 怎麼樣是密室 就是可能要先對這些題目 有一些共同的了解 然後才更方便把它轉化成音樂 或者影像 然後最後才會到服裝 另外一條線會比較偏向 製品的實驗跟開發 也就是我們的工作室每天在做的事情 板房每天在搭不同的板 然後會跟不同的紡織廠做一些 不同的製品的排列組合的實驗 看針織還有什麼樣的可能 或是看我們的題話還能製成什麼樣的布料 又如何在不同設備 不同機台的限制之下 開發出不同的布料 那發展到一段時間之後 這兩條線會合而為一 就是想嘗試的款式 想嘗試的布料 想嘗試的製品技法 會跟這一季想要傳遞的主題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會變成這一季的款式跟服裝系列 是 那像製品製法的話 您當初就是在英國倫敦的時候 其實也是都是跟台灣的紡織製品公司合作嗎 也有跟歐洲的製品公司合作 所以後來兩者都會成為 我們創作開發上的資源跟後盾 就是在倫敦的時候 其實會定期飛到佛羅倫斯 看佛羅倫斯的沙線展 然後接觸到來自歐洲不同地方的沙線 因為每個不同地方代表性的沙線不太一樣 像台灣可能天然纖維比較少 比較少羊毛的沙線 那這個在歐洲會更為充足 所以就會有一些來源 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合作 就是台灣跟歐美的這種 歐洲的這種紡織沙線的技術 最大的不同會是什麼 台灣的紡織廠的強項很多是 機能型布料 運動型布料的開發 然後很擅長布料開發 的確有不同的布料的技術 跟不同的布料的設備 那這一點也成為我們可以在 獨立設計師品牌很小量的起步的時候 就擁有自己的布料 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也得到很多不同的防製團隊的幫助 那歐洲可能是 防製廠有更多跟設計師品牌合作的經驗 畢竟那邊會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品牌 所以有更多可以協助原創品牌做不同的開發的資源 然後也有很多很多小量就可以做開發的合作機會 有很多的聽眾朋友或是觀眾或是你的粉絲 但是的確是不容易 那您自己就是已經10年的時間了 不論是在國際上或是在台灣 對占卜 這個品牌其實是越來越熟悉了 那你自己覺得說台灣的設計師走在國際上面 什麼樣子的因素才可以讓它立足在國際上 其實我們也不太確定 哪些人看到我們了 所以我們其實也只是持續的在傳遞訊息 那很像是在太空中發送了一個訊號 然後也許在遠處的某個地方有人接受到了 可是接受到的人是誰 我們很多時候都還在尋找 所以我們是持續的用同樣的方式 然後再繼續持續述說我們品牌的故事元素 看看哪些人會接受到 然後哪些人會從遠處給予回音 所以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做品牌 就是持續相信自己傳遞的訊息會有人可以吸收 然後有時候必要是要轉換更多溝通的管道 然後要嘗試也許更多述說的技巧 也許接觸到不同的合作對象 然後得到更多的溝通的素材之後 但是還是仍然在發送同樣的訊號 所以發送更多的訊息 像是像歐美的身形跟亞洲人的身形又不太一樣 那你在設計的時候會有一些什麼樣子的一些調整嗎 是版型這些年來一直有做款式上的調整 那我們會希望是可以兼顧的 當然沒有任何的一個版型是可以兼顧到所有的身形 所以還是會有不同的款式的區隔 然後會有不同的材料區隔 但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服裝有點像是一個織品跟人之間的對話 我們先設計出或打造出一塊布 一件織品 然後這個織品跟不同的線條會產生不同的連結 然後最後那個曲線跟那個線條做代表意義會是獨一無二的 不過我看這個阿浦他平常的服裝都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設計師本身就是很簡單 尤其顏色都是很單一的 這是刻意的嗎 顏色單一可能是因為真心喜歡黑色 就是除了我們服飾系列有很大的比例是黑色 黑色也既神秘又奇幻又東方 然後也可以表現出製品的特色 所以本來就很常穿黑色或是白色 那另一方面的確是平常生活蠻緊湊的 然後很大部分時間都在工廠或是工作室 會穿的比較好工作 嗯 是 我覺得就是要非常專注在自己的一個工作上面 真的的確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 那可能外人會覺得說 哇這個服裝設計師生活一定多采多姿 因為他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可能要出席 他還要跨界聯名等等 但是對於三婆來說 其實生活就是也很自律 是不是就是工作時間很長 對 其實我是蠻宅的人 花很多的時間都在工作室工廠 或是在不同的合作夥伴的工作室 那其他的時間也許是看展或看電影或閱讀 所以常常會說 我是透過服裝來認識人 因為如果不是因為衣服可以送到不同的地方 或是不同的合作機會 可以接觸到不同的團隊 那其實是平常是沒有機會去認識那麼多合作單位 認識那麼多品牌或是接觸到不同的人 嗯 好 透過服裝來跟這個世界做溝通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當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我們今天訪問到的是李英的時裝設計師詹普 詹普現在因為2023年已經這個世界恢復常軌了 你要回英國嗎 會 其實我已經回英國幾趟了 然後開始重啟一些合作 接下來就是看有沒有機會在倫敦重啟實體的時裝秀 那也許以後會是實體的時裝秀跟影像的時裝秀穿插或是並行 是 好 因為影像的時裝秀真的是這三年的疫情間 讓這些設計師開始嘗試其他不同的可能性 後來發現其實也很有趣的嗎 對 也學到非常多 然後也發現這樣來說故事是好玩的 而且可以講到不同的面向 那實體的時裝秀又是另外一個挑戰了 實體時裝秀你每次在進行的時候都非常非常的緊湊 對嗎 對 非常的高壓 非常的高速 非常的緊湊 實體的時裝秀更像是舞台劇的表演 就是前面有不同的排練 可是很多的現場狀況是當下立即的判斷或是調整 然後可以很直接感受到觀眾的迴響跟氛圍 影像的時裝秀就是有大量的前期時間跟後期時間 也許在播放當下不太知道觀眾的感受 可是會有機會來調整鏡頭來調整顏色 把一些細節交代更完整 那現場實體時裝秀你至少進行了大概將近20場吧 試機場 試機場有嗎 試機場因為每一場的挑戰都完全不一樣 有比較印象深刻的嗎 因為在倫敦的時裝秀幾乎都是在不同的古蹟 那不同古蹟 古蹟會有很多原本要保護的方式 就是可能會拿到一份守則 那這守則有的古蹟甚至是有幾十頁的 因為它的地板或是牆壁 可能是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那要如何保護 另一方面是古蹟有不同的通道的限制 那每到一個場地的時候要開始拆解這個空間 哪裡適合當入口 哪裡適合當後台 哪裡適合當休息室 哪裡做間隔 所以很常在看倫敦不同的古蹟的平面圖 然後在拆解裡面可以發展的時裝動線 時裝秀的動線跟觀眾入場的動線跟空間的使用 哇 所以這個是都必須要多少前置作業 就必須要去進行的 要去預定 每半年的一次的時裝秀 可是當前一季的宣傳期完了 然後又同時穿插其他事情 所以也許每一屆時裝秀 大概都到三四個月前開始做接觸 但真的很密集的準備 也許也就是三四週之前的事情 因為總是有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時裝系列狀態要處理跟要發展 所以秀展的工作主要是在時裝秀前的 也許兩三週 是 好 那這兩三週有可能會有很多的變化 或是你必須要臨場去反映或是及時處理的狀況 有特別印象深刻的嗎 因為時裝秀的合作團隊其實也很像劇組一樣 就是來自四面八方 甚至在倫敦接觸到的團隊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那他們在時裝週以外的時間 甚至不一定住在英國 也許是來自東歐的模特兒 來自日本的髮型師 髮型團隊 那大家都很需要前期是用信件長期的溝通 可是實際上可以磨合測試的機會 也許就只有一兩天 那這一兩天裡面會有不同的狀況 因為畢竟有些人是有一些合作默契的 知道彼此怎麼樣溝通 怎麼樣一起工作 那也會有一些合作單位 每一次都會接觸到不同的人 不同人是新的養分 也是新的刺激 可是不同的工作方式 當然會產生很多不一樣的變化或是意外 那如果以模特兒來說的話 你剛剛有提到說模特兒的這個選擇 你大概都會用什麼方式去選擇你需要的模特兒 我們會在時裝秀前一週 舉辦自己的model casting 然後聯絡在英國在倫敦有合作的 不同的模特兒經紀公司 那模特兒經紀公司都會送他們的合作模特兒來 來參與這個有點像是征選 就互相征選 然後現場可以會有一些 也許是試走台步啊 或是看作品集 或是溝通 那即便我們是一個很小的品牌 在倫敦 我們辦一次模特兒征選 可能現場也會有 幾百份模特兒帶了幾百份的作品集 然後在幾個小時之內要看完 做出判斷 然後選出一些模特兒來進行試衣 其實需要整個團隊一起的協助才有辦法 讓整個流程進行的更迅速跟判斷的更準確 哇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快很準耶 你要馬上就決定耶 所以通常還是有你們的條件跟直覺吧 會需要直覺跟經驗的判斷 然後做大量的筆記 哇 所以你有發現說你大部分都會選擇到哪一類型的模特兒比較多嗎 其實會根據不同的主題 有不同的對風格上的選擇 那這些風格上選擇 當然它可能是抽象的 就是也許這次的主題有比上次更奇幻 希望整體的風格是奇幻的或是多元的 那這些都是來自於一些對模特兒的個性的直覺的判斷 也許覺得這位模特兒他的性格上好像很空靈 很適合呈現這樣的氛圍 那也許透過一些簡單的溝通 讓彼此了解對方在這個主題上的想像是什麼 但是仍然因為有機會接觸跟魔魂的時間非常的短暫 所以仍然大量是靠直覺跟靠經驗的判斷 是 哇 我覺得這個難怪大家對於這個秀場的一些紀錄片 或者是這個呈現的實境秀大家都非常感興趣 因為這個節奏超級快 而且是一個非常高度競爭的一個環境 那對於阿婆來說又要回到英國 所以到時候是英國台灣會兩邊的游走 其實在疫情前的工作形式大致上 就已經是英國台灣兩邊 甚至還有其他地方 因為還有其他的合作會在歐洲其他的國家 或是有韓國的合作 有中國的合作 那以後現在開始後疫情了 那應該會恢復成以前的工作模式 就是一直不停的飛 那只是工作室的據點會停留在台北跟倫敦 太好了 那因為台灣的不同的跨界合作 應該還是會一直的源源不絕的 有很多的合作的案子 那變成是阿普就開始可以比較自由的飛翔 但是你自己的時間控制 你的時間軸都是怎麼控制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厲害 我的時間軸有點像是一件一件衣服的時間軸 就是每一件衣服它會有一個它需要 前置準備材料的時間跟開發的時間 然後最後製程的時間 以及如果有機會變成生產大貨的時間 和行銷的時間 那如果一個系列要發展出一百個款式 其實並不算多 因為我們的規模並不大 如果一個系列要推出一百個新的款式 它就有一百條時間軸 它這一百條時間軸就要靠同事來判斷 有一些服裝的類型是需要更長的前置時間 它必須要先懂 可能要先從染沙線開始 然後織布 裁布 然後送版型才會開始製作衣服 有一些類型的服裝 比如數位銀化 它也許可以壓縮到比較後段時間 也比較沒有旗定量或是顏色 事前要染色的顧慮 那它也許會在工作後段 所以我的時間管理有點像是 透過這個服裝的製程的時間來倒退 決定要先做哪件事情 穿插了不同的合作案也是一樣 哇 所以也算時間管理大師 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太多龐雜的事情 你必須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邏輯 你才能夠就是非常的清楚 知道說這個時間之內要先完成什麼priority 你就要非常的清楚 哇 這個很厲害 這個是我們的理想狀態 但實際上還是會有各式各樣的狀況 所以實際上常常還是會有不同的演誤跟 不同的順序一直的更新一直的變動 然後甚至是變成是有點混亂的 那你在混亂當中還是找出它的秩序性了 很難以想像說這個就是一位國際的服裝設計師 他要做的事情還有他一年雖然兩季的發表 但兩季的發表其實又很近 兩季的發表中間大概隔的時間也到半年吧 一次是二月中一次是九月中 所以有一季的準備時間是七個月 一季的準備時間是五個月 哇 所以這真的是 所以你現在已經想好接下來兩季的主題了嗎 還是你已經想好兩季都想好了 還是你想到更多了 有一些後備的主題 然後開始重備的是的確是兩季的主題 然後真正在進行開發就是下一季而已 哇 你有沒有特別希望你的服裝能夠 被什麼樣子的朋友穿在身上 或者是有什麼自己的期望或是想像嗎 其實越多越好 就希望衣服接觸到更多的人 然後有不同的風格不同的個性的人 他穿了我們的衣服就像是不同的排列組合 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因為我們自己在時裝秀 或是在形象照搭配的方式 會是很回到主題的傳遞跟主題概念的 可是有時候看到不同的穿著者 這樣我們的服裝跟也許他自己的 他穿搭 對 自己的服飾穿搭 或是跟不同的品牌結合 有時候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趣味 然後都覺得衣服跟人之間關聯 有這麼多的可能 總是衣服最有趣的地方 那如果說很多聽眾朋友想說 哇 我也好想要看看 那個占卜的衣服穿在我身上的感覺是什麼 如果說因為你有很多單品 你覺得最先入門你可以建議什麼樣的款式 可以是說學坊的短上衣 因為台灣現在要進入夏天了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學坊短上衣的單品 然後上面有不同的印花 不同的印花就根據我們不同的主題 也許是推力主題 也許是科幻主題 也許是奇幻主題 那也許還 也許會是適合當作入門的款式之一 嗯嗯嗯嗯嗯 學坊的短上衣 裙子我覺得也很適合 嗯 然後我覺得必備的就是 真知的 因為這是阿普的特色 真知洋裝算是我們品牌的 最早發展的款式 然後也有最多不同的選擇 所以有機會的話也很希望大家去試試看 我們不同織法 不同材質的真知洋裝 是 我有一件真知洋裝 就是大概應該七八年前吧 我擁有了阿普的這個真知洋裝之後 我就不斷的穿 穿到它已經破掉了 這破掉是因為我沒有穿好嗎 還是什麼我洗的時候 他沒有沒有把他用套子給他保護好嗎 就真的看得出來是穿了非常的 CD非常多次 所以裡面的縫合線 已經磨損了 所以縫合線磨損都有點斷裂 但是因為組織都沒有破壞掉 所以我們看完之後 還可以救嗎 已經補好了 你補好了 你把我帶回來了 OMG 因為我真的不想放棄那一件真知扇 因為我老公說 那一件真的穿的有點破 其實我破掉我還繼續穿喔 因為它前面後面的那個 真知就是有點落掉 然後我還會穿去上班 所以上班之後有同事說 嗯 所以姐你這件好像有點 這應該落線了吧 對 掉環了 對 我就說沒關係 我都不清楚看 看不出來 但是終於到有一天我覺得 他真的需要補救了 我覺得那件真的超好穿的 謝謝 看得出來真的是很常穿著 但是真知的好處就是 如果是掉環或是縫合線磨損 其實只要殺現在 就都補得回來 哇 太棒了 非常感謝UP 救了我的那件衣服 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當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我們今天訪問到的是 UPGEM品牌創意總監詹普 他來跟我們分享 他的品牌已經創立10年了 在台灣終於有了第一間直營的實體店 就在大直的中泰 中泰樂生活的一樓 中泰樂生活的一樓 很有風格 你大概走到一樓這樣晃一下 你就會找到占卜的店 那整個店的風格 其實就要呈現的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 仍然是回到我們服裝主題 就也許是比較奇幻的 比較看不出來是來自哪一個時間的 他也許有點復古 又有一點對未來的想像 然後會是極簡的 有一點東方元素的 然後整體的店面會希望是白色為主 來襯托出不同的服裝跟印花提花的顏色 是 你們大部分的消費者的族群 他的年齡層有一個你們自己的概括嗎 年齡層目前沒有 年齡層横跨的範圍算是蠻廣的 但是可以感受到消費者的性格 也許是希望穿不同的品牌服飾 可是不要過度划俏的 然後會想要低調的表達自己 就是蠻有風格的啦 我覺得好像會穿阿普的衣服的 都有點自己的想法 然後他maybe對於這個剪裁 或者是材質是有要求的 因為包括你們做的提花 或者是你們的學紡或是針織 他其實資料都非常的好 謝謝 很細 我們花很多力氣在做材料的選擇跟製品的開發 那這也是我們的興趣所在 所以也相信很多的穿作者是看到我們一些製品的變化跟細節 他就是有感受到 他有感受到 因為我就問了一個 我剛剛提到說 我看到他穿了你的服裝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在哪邊買占卜的衣服啦 然後他就跟我分享 分享了之後他就在線上買的 然後他就說我告訴你他這個裙子啊 太舒服了 輕飄飄 沒有重量 哈哈哈哈 我說哇 對我也有一件耶 我跟你不同的花樣 對他就說他也買了不同的花樣 他說這個裙子實在是太太輕了 所以我想這個消費者在喜歡不同品牌 他都有他自己的喜好 他可能特別要求的是材質 他可能特別要求的是他的樣式 或者是他的獨特性等等 然後我想這也是設計師 看著這麼多不同樣貌的人穿著你的服裝 你自己很有滿足感的地方 對很開心 是很大的前進的動力 是就是很累的時候就會看著 哇想著這個 哇有有這麼多人喜歡你的這個服裝設計 然後你就會更有動力 繼續往前走 那今年度還有什麼計畫 今年度接下來9月就會發表下一季的時裝主題 然後2月發表完的遙遠的一端的秋冬主題 也會接下來在下半年的時候上市 然後就可以可以在店面和不同的地方看到 也會有一些時裝修林沒有出現的延伸款式 自己的磨練跟學習 那又是一個機會會去不同的國際舞台上跟不同的人交流 把這三年在台灣有更多不同的學習也帶到了國際上去 很期待 那台灣的朋友其實也都可以看得到對嗎 對一定會有線上的影片 然後也會想想看怎麼樣讓作品在台灣有直接接觸到我們的觀眾的機會 是好繼續期待詹譜接下來下一個10年會有什麼樣精彩的發展 因為這10年對於詹譜來說已經是滿奇幻的10年了 因為做的事情應該超乎你自己的想像吧 應該每一段時間都覺得跟遇想的不同 當然遇想不同有時候是有時候是好的有時候是不好的 但是對於對於這個來自台灣的一個原創品牌來說 可以走到國際對於我們能夠穿著這個台灣設計師的衣服 就是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甚至是穿著到國外去旅遊的時候你也會覺得很開心 那希望接下來詹譜不論是在倫敦的發展 然後或者是來來去去在台灣我們也希望在台灣你可以看到更多你的作品 好非常謝謝詹譜謝謝 謝謝詹譜謝謝大家 好接下來直接鎖定下一小時的節目喔 再拍一下 謝謝